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航的空难现场 武警在坠机搜救的现场 发现了钱包和证件照以及手机残片 但是尚未发现失联人员 飞机的黑匣子也仍然没有找到 东航客机MU5735的搜救工作正在进行 坠机区域三面环山 山路陡峭 救援人员手脚并用攀爬搜救 在坠机搜救核心区域 救援人员发现了飞机残骸 及失联人员的钱包 身份证 银行卡等随身物品 尚未发现失联人员 在坠机现场 浪南镇 墨浪村的山头 工作人员正在对飞机残骸进行标注 目前还没有看到飞机的主体全是些碎片 现场附近的山林也有明显的烧焦痕迹 有目击者称飞机掉到山里面 俯冲到山坡 撞到一排竹林 顺着竹林又滑到了山上面 目前各相关职能部门仍在紧张开展搜救工作 凤河卫视综合报道